2015年6月在长江湖北断翻成立刻强左和国务委员杨金又等人在恢复现场途中商讨着原措施图片图片。 中共十八大一中全会就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杨金日前受到港媒青睐称其有望继续策马洋鞭在十九大上更上层楼。 香港明报10月1日的报道认为早在1993年就与中共总理李克强有交集的现任国务院秘书长杨金被看好是由于中央书记处书记事。 其实公开资料显示中共十八大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多达七名出将在中共十九大退休的刘云山还有刘奇宝、赵二纪、栗战书、杜青林比刘云山还大一岁、赵洪柱与刘云山同龄而杨金排在最后一位。 在中共官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排名在政治局委员之后,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国务委员之前。 而事实上中共十七大的六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除了习近平仅有刘云山在中宣部长职位上入长。 明报在报道中强调其与李克强的关系并就其仕途的职位做了介绍,认为其加上地方中央和党正经验兼备因而有望十九大高升。 中央委员杨金高升的可能性有多大?杨金试图起步于内蒙在基层中,共共青团组织中担任过书记。 1991年进入省级官场,在内蒙统计局、旅游局等部门出任副局长。 此后担任过共青团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1998年即身副部级,并在当年升任正部级内蒙主席。 2008年进京出任中共国家名为主任统战部副部长,在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又在2013年3月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中共国务院秘书长。 杨金目前是中共中央委员,而上届入场的刘云山是政治局委员。 明报指,中共国务院秘书长作为总理李克强的助手,负责国务院的日常事务,这一职位通常由中共国务委员兼任。 这一说法案,是杨金获得重任。 杨金在出任上述职位后,海外大纪元曾有报导指,有团派背景的杨金被提升,显示习近平对江派势力主导的中共国务院的调整。 而江派的张高黎行丹影之被夹击,报道认为,江派主导国务院撤走温家宝已经成为历史。 2016年2月,有职友将派背景的明镜网发独家消息称杨金可能被黄其帆替代,而杨金获将出任天津市委书记。 但直到目前,杨金仍旧在现有职位上,而黄其帆被贬到人大。 不过,2005年7月8日,内蒙古兴风电厂项目违规建设,造成气轮机主厂房球形网架中的968平方米坍塌,发生了6人死亡,8人受伤的。 中大施工事故,使任内蒙主席的杨金因负有领导责任曾做出书面检查,一度影响杨金的震机。 不得不说的是,杨金为蒙古族,今年64岁,又年龄优势,在中共的所谓民族大团结,少数民族代表占有一定比例的政治需求中,也有近深空间。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曾有分析认为,杨金可能成为中共高层的少数民族代表。